本欄目由 Convita 特约赞助播出 从您和敌家建造成相机 关照 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函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美贸易战 特朗普要求额外对 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关税 新西兰全国燃油税如果施行 快递费将水涨传高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奥克兰房地产市场三月回暖迹象明显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中美贸易战持续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然而当地时间4月5号 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根据301调查 额外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这一做法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据报道特朗普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考虑到中国不公平的反击 唯一只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 在301条款下追加1000亿美元关税是否适当 如果适当对追加关税的商品需进行确认 此前美东时间4月3号 美国对华发布301调查向下征税产品建议清单 涉及中国约500亿美元出口商品 美国发布的建议征税清单涵盖中国约1300个税后的产品 价值约500亿美元 建议税率为25% 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 航空航天 机器人 医药 机械等行业 数小时内 中方多部门继续强势回应 4月4号下午中方公布对美进口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5000亿美元商品征税的对等措施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方态度一如既往打凤梅到底谈大门敞开 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 美清单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试图封杀中国制造业向高端领域进军的道路 此外还试图通过征税来削减贸易逆差 这种情况下 中国只有反制 让贸易保护主义付出代价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表示 美方此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违背美方国际义务 威胁中国经济安全 危及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 本着国际法精神 中国也公布了将近500亿美元的清单 王寿文说 这个做法是被迫采取 同时也是克制的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 现在中美两个大国存在经济方面的分歧 反映了对更加开放市场的需求 反映了合作的愿望 他说 中美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即使在分歧很严重的方面 也保持着政策的沟通 本周二 新西兰政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燃油税 幅度为每升0.09到0.12纽币 用于支援铁路公路和其他道路建设 提升交通安全 征收燃油税不仅增加燃油支出 也将推动快递费的上涨 一家跨国物流公司最近表示 一旦全国性的燃油税落实 快递费可能会上调1% 新西兰快递企业的领头羊 Fritways旗下拥有 New Zealand Coris Post Haste Coris 和Now Coris的三个快递品牌 Fritways首席执行官Mark表示 燃油税不仅会增加居民的用车费用 也会推动快递费的上涨 每件快递的收费会有小幅的上涨 按照该公司的说法 如果征收0.1纽币每升的燃油税 那么该公司的快递费将相应的上涨1% 一件原本收7纽币的邮包 届时将涨到7.07纽币 Fritways的快递费实行油价联动机制 可将额外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客户 在燃油税募集资金的用途上 Mark认为 政府应该将资金用于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减少拥堵而不是修建铁路 新西兰道路交通论坛的首席执行官Kim表示 燃油税是一个向后看的政策 奥克兰人将被双重征税 相比之下 新西兰政府和奥克兰市议会 应该花时间和精力 为一些拥堵最严重的路段 制定公平的道路收费制度 征收道路使用费和拥堵费 才是更好的办法 Buffield & Thompson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8年新西兰全国房价 在经历了年初的低迷之后开始反弹 3月份奥克兰房价上涨 平均价和中位价均明显高于前两个月的同期 Buffield & Thompson的董事总经理Peter Thompson表示 3月份房价飙升并不令人意外 数据表明房屋价格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楼市沉寂后已经开始回暖 受1月2月的节日效应影响 3月份的销售数据表现出强劲的态势 这也是过去12个月以来 销售量上首次实现单月过千 据悉今年3月已售出的房屋平均售价为 931292牛币 与今年2月份相比 涨幅为1.3%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3月的房屋平均价格下跌了3.8% 此外 3月份房屋中位价为86万牛币 比2月份上涨了4.9% 但同比去年下跌了4.4% 而ASB经济学家表示 今年3月份的房屋销量是自2010年以来3月份的历史最低点 现在市面上更多房屋可供选择 买家也更加谨慎了 预计短期内奥克兰不会有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 巴凡汤姆森的数据则表示 奥克兰新上市房源数量较少 直到3月底才出现了更多的可用房源 另外据统计 今年3月 巴凡汤姆森售出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房产价格突破百万牛币 仅约100套住宅价格低于50万牛币 与此同时 乡村别墅的销售近期也有所上涨 3月份的销量总额达到8000万牛币 新西兰已经进入冬令时 新西兰火灾安全部门近期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中显示 随着取暖机的到来 预防火灾的工作也应该开展起来 提醒大家要检查好家中的烟雾报警器 关键时刻 这个小小的装置也许能帮您争取到宝贵的逃生时间 住宅火灾往往在五分钟之内 就可以从卧室的小火苗变成致命的大火 火灾产生的烟雾都是有毒气体 如果人们正在睡觉 吸入了这样的气体就会进入更深的昏迷状态 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由此可见 当火灾发生时 烟雾报警器第一时间做出的反应 是多么必要的防御措施 Fire and Emergency New Zealand提醒 首先要检查一下您家的报警器 是否处于有效期 有效期通常都印在报警器的底面或者侧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光电报警器 如果没有电池 如果过期了 就需要重新换个新的报警器才行 对于那些还没有安装烟雾报警器的家庭 Fire and Emergency New Zealand推荐大家购买 使用寿命较长的光电烟雾报警器 这种烟雾报警器 在不需要更换电池的情况下 可以工作十年 不过还是应该定期检测一下 确保它们正常运转 官方建议最佳的安装地点为每间卧室 生活区走廊区 至少也应该在每层走廊最靠近卧室的一端 安装一个 不要安在厨房浴室或者洗衣房 很容易发生误报 烟雾报警器可以选择电池供电 也可以选择直接接入家中电源 官方更推荐后者 毕竟更可靠一些 最后Fire and Emergency New Zealand 还建议大家把家里的报警器 彼此连接起来 这样当其中一个报警器检测到火灾时 全家所有的报警器都会发出警报 国际交通论坛及其提出的报告建议 对于没有中央隔离带的乡村道路 将限速降至70公里每小时 而市区的限速则建议降至30公里每小时 以便处于弱势的道路参与者安全出行 这一提议受到了广泛的争议 对于这一提议大家褒贬不一 而以自行车骑车人为首的其他交通参与者 对这项降速的提议都表示强烈支持 报告中表示 减少道路发生的悲剧 政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降低限速 以调整同一道路上不同种类交通工具的车速 相关部门表示 降低限速能减少车祸发生的次数 也能降低事故的严重程度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安全限速对道路参与者来说 是一种最低的保障 交通运输组织的规划师表示 通过降低限速来提高道路安全 是成本较低的一种方法 新西兰限速100公里每小时的乡村公路 危险系数最高 每天有大大小小的事故都在这里发生 造成交通延误或者拥堵 降低限速以减少事故发生 提高道路安全 成本最低最直接 奥克兰北岸是新西兰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 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加剧 50岁以上的人口中 关节疾病问题非常普遍 一支骨科医生队伍和南十字医院 日前签订合资协议 计划在奥克兰北岸的Melfill 赤资800万 打造一座日间医院服务社区 这一栋准备动工的三层楼建筑 以后会成为北岸的骨科中心 横跨北岸医院所在的这条马路 工程将在今年4月开始动工 预计2019年中完工 除了800万的建设费用之外 装修费用将达到750万纽币 建筑面积为1750平方米 这一北岸骨科中心将拥有 17个停车位将占地880平方米 这座合资医院将配有 三个手术室多达30名员工 其他的医疗设施配置将在一楼 底层将有一间咖啡店 据了解这间日间医院 将利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专注于骨科关节净手术 南十字医院的首席运营官表示 该医疗手术中心显示了 该组织对北岸社区的承诺 这里每年将为数百位北岸居民 提供手术及康复服务 霍林顿北部的 Rimutaka Hill的高山公路 以风大湾显著称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司机 途经此处也会格外小心 然而最近一名车主的行车记录仪 在这里记录下的一幕 让他事后几个小时还心有预计 当时Uphead居民Tim正在正常行驶 突然一辆蓝色的Hodden 从一侧超越了它Hodden车主开到了对面车道 迅速超车后又回到了右边的车道上 而就在数米远的弯道处 有一辆车迎面驶来 Tim Wright表示 这个车主在超车的十分钟以前 正在车上讲电话 打完电话后 这个车主就开始紧跟着他 两个车的车距进到 让前车主甚至无法从后视镜 看到对方的车牌 Tim Wright的行车记录仪一直开着 但他说这是自己在视频里见过的最糟糕的驾驶行为 他已经通过行车记录仪看到了那个人的车牌号 并且把事件上报给了警方 警方发言人表示 他们已经在处理这一起投诉 发言人表示 警方发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司机 开始使用自己的设备记录路况 并且把其他司机的行为公布出来 视频记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警方的调查 警方将视频作为证据用时 对录像方式没有特殊的要求 如果有需要的话 警方会调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录像 里涉及到的相关的犯罪行为 警方提醒 任何人若发现危险驾驶行为 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报告警察 好 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 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户等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The I've got to learn to hackle bother $2, take it or I'll walk $2, take it or I'll walk The I just can't get away to buy a car bother The stress drive bother What's this? What's that? How can you possibly get to know a car in five minutes And in creeps viles remorse That bother can ruin your day You deserve a better car buying experience What did you think? Why don't you take it home And bring it back tomorrow Can I? Introducing the Toyota drive happy project Leave your bothers behind The I've got to learn to come Or with how you Irfan I've got to learn what's written for then I've got to know some play And inform you here And then understand what's written for you Then watch the movie And first watched deprivor Used is what is the time 從棉樹的栗子到棉樹的栗子 自然有一個強烈的產品 在 Comvita,我們有一個化學品的標準 我們叫PFL 這牌保證的能力 我們每種產品都提供了 最高的量量量的 Bioflavonoids 還有其他 complex的 Antioxidants 它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器 而且很強烈的選擇 在你身上的產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